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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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者 那个电视台是戈尔开的电视台 戈尔自己开了一家电视台 叫什么current 好像是 对 然后呢 因为戈尔这几年不是老搞这种环保啊 公民社会这种宣传吗 他就开一家这个电视台搞这些东西 然后请这两个女记者就跑到朝鲜做采访 朝鲜就后来抓了他们 说他们是间谍 然后其实交涉很久了 美国公开砍过话很久 一直搞不定 所以大家说 哎呀 克林顿厉害 一出手20个钟头 就去了一趟就回去了 你说20个钟头 也挺有意思 我一个小朋友昨天问我 说这个为什么是克林顿去朝鲜 也不是奥巴马 也不是希拉里 他说是不是朝鲜那个看不起 就是歧视那个黑人和女人呢 就是克林顿去 但是外界注意了就解读 就说这个朝鲜中央电视台公布的六张照片里 克林顿没有一张露出招牌式的笑容 但是呢 显着金正日倒是这个春风满面 感觉很高兴 人们就说这个韩国朝鲜媒体报道说 这克林顿向金正日道歉 对两名美国女记者非法有什么进入境 表示道歉 并且代表奥巴马 对他表示感谢 感觉朝鲜正回面子嘛 但是呢 英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官员透露说 克林顿没道歉 而且克林顿此行 为什么克林顿不招牌笑呢 就刻意要分开 说我是个人 个人溜达去了 跟这个朝鲜的核问题 跟这个朝美两国关系 甚至他不笑 据说是因为他不想让外界感觉到 他此行是为了促进朝美有益的 就是为了我个人去 我就俩女孩回来 没别的事 好像外界有这样的 而且白宫呢 也表现一个很很奇怪的距离感 比如说像这个奥巴马 那么后来人家接访访问他 说这个这事你怎么看 他居然的回答是 对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下飞机了 这让我很高兴 你看这种说法 就我在电视上看 就特别显现一个距离感 就我跟大火一样 都是看电视 我们跟他们通电话 我内幕你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样 揣着明白装糊涂 没错 而且这里的还有商业元素 就是克林顿他们那一行 一下机 克林顿首先还躲在机里头不出来 你知道吗 在美国街机那帮人 居然没看到克林顿 就不知道是不是中间跳伞走了 然后就说当时这个戈尔 戈尔也要去接 是他的下属 那戈尔接机之后 就大声喊一个名字 那个人是洛杉矶一个富豪 原来这整趟行程的费用 是由那个富豪出钱去赞助的 就证明这是一个民间行为 对 完全跟官方无关 而且我听说其实去的人选开始 绝对是没有奥巴马 或者在当下的内阁成员的 但是确实有过 或者是郭尔 或者是克林顿 或者是甚至卡特 因为卡特以前也做过这种 专门这种作为前总统 但是我估计这里边幕后肯定有谈判 就戈尔虽然实际上是最应该去的 他直接的以前的前雇员 但是他是前副总统 我估计这朝鲜的这个谈判 还得要一个级别 对 得是正总统 你不能派一个现的 你得派一个前的 你家克林顿能派儿子去吗 说你们家儿子就快当家了 我也来个儿子 看女儿 有女儿 有女儿 那那那那那 女人不行 你瞧不起黑人的女人 而且这笑肯定是政治家的笑 都是有讲究 就像咱们当年 就是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周总理的手 一定不能首先伸出去 要等着 这就有讲究 最后就无数的分析 所以你看那些政治人物多难 你想想看 你一张照片拍到他没笑 那是一张照片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笑半天 一下子不笑 这里面可以拍一百张照片 就他拿一张照片 所以如果政治人物真的透过这种小动作 他得僵多久 他神经万一没僵 无数的仗机 啪啪啪啪一直扫射 而且我看到有中国网友开始评论 民间评论员就评论 这是美帝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美帝你看美帝爱国主义教育 再次全球洗脑 说美帝要讲究美国价值 对吧 最好的宣传是通过朝鲜电视台发出来的 说还有比最好的宣传吗 就是说你看中国评论讲什么 就是说这些图片报道的力量 远远胜过美国任何的自我宣传 为了两名普通公民的安慰 美国前总统可以跨越重洋 这字念于尊者舍贵 去拜会 金正日 满足朝鲜的面子 是吧 然后为了2000人 美国可以移平一个国家 为了两个人 美国可以派前总统去求人 这里面清晰而稳定的传达出美国价值 在罗马公民的身份 就意味着受到罗马庇护之后2000年 美国公民的身份也达到了相同的效果 就这样 美国又在全世界面前做了一次公关 展示了美式爱国主义的教育 就是咱们是咱们民间 民间 民间 我觉得这不靠谱 对对对 而且 我一个 对 他美国是 他可以 在这上 你如果做宣传 是为了美国公民的这个生命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相信绝对不是单一的 这件事一定有其他的考虑 就除了对对对 有地缘政治的考虑 跟美国跟朝鲜的关系的考虑 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和谈判进行了这么久 朝鲜不就是想要一个承认吗 想要一个地位 你一直要通过六方会谈 通过这么多的中间人 不跟我们直接谈 那把我们放在什么地位呢 对吧 这个是一个考虑 对 所以他借这么一个 又不是正式的总统来 也是一个前总统借这么一个 人命 一个记者的事件 来传达了另外这个信号 就对他以后跟朝鲜的关系谈判 打下了另外一个基础 肯定至少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认为 我其实很久以前我也写过一个东西 我就说到 大家过去一直对朝鲜的很多的判断 就是这个六方会谈 你到底谈还不谈 谈着谈着又走了 走了走了又回来 这到底在搞什么 大家读不懂 就以前很多外国的媒体 不是常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 什么野蛮的国家吗 就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他整个一直以来的路线都很清晰 他想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朝鲜 虽然我们中国老杰跟朝鲜是很友好 邻邦兄弟 共国患难 但其实朝鲜长久以来就有一种想法 就觉得跟中国贴得太好 太近 是不大妙的 你知道以前朝鲜一直有个名称 世大主义 你听过吗 什么意思 侍奉大国 侍奉大国 这是明朝的时候 他们新罗的年代 那时候正式提出主张 叫世大主义 就要侍奉好民国 明朝我们就安稳了 那么现在的朝鲜是非常明确说 我们要反世大主义 这里面就有点暗子这个意思 你懂吗 所以他从来就觉得跟中国贴得很近 当然有很多好处 但是他仍然想有一种相对独立 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身份怎么获得呢 就是远交进攻跟美国拉关系 那他的做法比较诡异 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博得美国对他的尊重 甚至好感呢 就是搞核武器 搞这个老吓唬你美国 你不觉得这似曾相识吗 他在朝鲜这个国家身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冷战的延续 这是冷战思维 今年我们说实话 我们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冷战时代 我们也感觉有两个超级大国 中国是一个棋子 在美苏之间的一个棋子 我们也造两单一星 然后我们就有台 没错 就是这样 美国会跟我们谈 也是因为这个 现在他重复这个轨迹 那么然后这么做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不想六方会谈 这个框架 是因为他要的是跟美国对等 坐在桌子两边的地位 你们周边这些别扯进来 所以这回对他来讲是胜利了 就是为这个 这次克林顿就等于建立了某种联系了吗 而且这次联系呢 就很多人都说 现在是只有日本事先知道 韩国 中国 俄罗斯 全都给蒙在鼓里头 但是中国就觉得被闪了一下 我觉得是的 是吗 对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消息 我们国家觉得不一定是的 我们很欢迎 前一向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俩女记者 一个32 一个36 说是一个华裔的 一个韩裔的 美名 一个叫林志美 一个叫李丽娜 这些记得这么清楚 孩子的名字要几楼 这一下给弄回去了 但是这件事情 确实 你说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张老师 你在美国待了很久 因为我听到一直有人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说美国 有些人就说 美国这种国家 别相信他们的那些什么 价值 普世价值 永远为了自己 对吧 但是也有些人说 说你看世界上的事 有时候少的人老美 还真是不行 这个 你的感觉呢 有一个那个 就是社科院前 美国所的前所长 叫资中云 是 他有过一个观点 其实可能也很多人 都认同这个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价值 它是 你一定要分清 它对内和对外 它是两种价值观 对内 它是民主 人权等等的 就包括这些 它的族群问题 种族问题 什么等等 这是一套价值 对外 这个对外交政策 它是一个国家利益 这国家利益 讲究的是实力 有点像我们说的 这种聪明法则 那按这种观点出发 我觉得在这种 就是这个 就这个女记者的 这事件上 也会是一个综合考虑 而且可能首先 是一个地缘政治的 所以在这两个 它又不冲突啊 一举两的 一箭双雕的情况下 我觉得 这是符合美国的 一贯作用 因为它一定换了些什么 你这样看 你有两个记者 在人家手里 这是人质 你凭什么拿个人质回来 你必须换了一些东西出去 对不对 就带去一个某一个信号 然而这个信号 跟这个两个人命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对 那你说 像文道刚才讲的 克林顿现在 像他这样的人 在美国起什么作用 这种人其实很常见 就是说很多西方国家 那些退休的 前国家领导人 都会有这种 很特殊的政治地位 他这种人好使好用啊 比如说克林顿 声望很高 而且克林顿在任时期 他跟朝鲜关系不错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克林顿在任的时期 他跟中朝关系都很好的 美国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他老婆呢 是名正言顺 人家现在美国国务卿 管外交的 他这个身份太微妙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时候你就看到 很多国家 这种前退休的 已经退休的前领导人 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呢 就干这种事 就是一些 你明明有某种官方色彩 但是奥巴马他还不承认 他老婆还假装 哎呦是吗 我老东去了 哎呀这真好啊 还来这个你知道吗 政府不变出面 就是所有正市场和你不变出面 都能够让他们搞定 这种所谓特使 现在特别流行 你看英国布莱尔 现在当中东特使嘛 对不对 就以前北欧也是 有很多的退休的政治人物 什么在欧盟现在里面 也当当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们这种人呢 有政治经验 有人脉很重要 有声望 有地位 他只是没有个实际的职位 跟相应的权利 但是透过这种无形的东西 就能够干无形的事 这叫咱中国人讲话 叫有面 是吧 就看来国际政治当中 也有面 当然 是吧 你派我去 门都不让进 而且这个都出场费 都极高的 我之前也对 就是布莱尔到 咱们中国 不知道是被哪个 什么大企业 什么联系 什么会议请来 说的 从中一来 不知道出了多少万的价钱 说讲的也就是一些 老生常谈 也没什么 但人家有面 而且就是说 对 他可以干这种事 你也可以说 就是出去劳钱去了 比如说克林顿 他们下任的时候 因为好多纠纷什么的 也欠不少钱 每两几年 就成了多少千万 他们也到处走学的 也走学 我前一天碰见一个 好像是深圳的房地产商 就是前几年 有一次邀请克林顿 对 来做演讲的 对对对 你知道他跟我说呀 有什么内幕啊 什么内幕也没有 他一拍脑门 就想起来 我请克林顿来演讲 他就给写了封信 给克林顿那个办公室 结果来了 你说 然后从此 弄到这儿 赶快要跟政府汇报啊 好家这个保安工作 就给他布 布置起来 吓一跳是吧 从此这企业那大门上 肯定那个办公室里 永远挂着那张照片 克林顿来我们这儿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理由 恰恰三人行 向他发出一个邀请函 没准备就来了 他还来了 对 那我后半生就不用干了吧 对对对 就永远挂着这张照片了 他这种走穴得干 还有一些是真的 就像你前面说的那 像像卡特 比如说 我觉得他做了一系列 他已经这么多年 是前总统了吗 但是他的这个基金会 确实做了很多 就是有实质性的 推动 对对对 推动民主 比如他也在我们 我们国家这个村籍选举 他是很很有那个声誉 做了那么多年的 就是来派研究 研究调查监督 看看是不是 有什么实质用的 对 有透明的是真的选举 什么等等 这类的事情 他做很多 那不能 而且呢 你看我老听 这个饭桌上瞎聊天的话 他还有一种 很迷信的那种心 一种说法 就比如说 说中国跟日本的 当然这个中国人 特别瞧不起小日本 也讨厌他们 可是呢 这个打仗 好像每一次都没打赢 对吧 这个 但是呢 说中国跟美国 发现没有 美国好像总是感觉到 支援中国 帮中国呀 但是真打仗 你好像 比如说抗美援朝 美国也没算打赢 对吧 好像中国 好像美国在中国面前啊 老爵容易吃扁 或者说 那不过你 中国人 不是美国人对中国 还有真的有一 渊源流长的情节 所以只有他们会说 在49年以后 他们那大报 讨论的天翻地步 就是说 叫who lost china 就是谁 谁失去了中国 好像意思 中国本来我们 那么多代的传教士 就是要来中国 把中国变成 我们的兄弟 基督教的兄弟 传教啊 多少年 对对对 那么那么苦的 而且唯一的就是 就是赔款 战争赔款 这庚子赔款 办了中国 给中国办 就是美国 对啊 对啊 就打了那么一支账 参加者之一 还办了一个 他有一个情节 就是好像这是一个 另外一种 极端和我们不同的 但是代表着最高级的 东方文明的 这么一个国家 他莫名其妙的 有一种核心感 他也觉得是个旧文明 里面会出现新国家 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 美国也是特别关注的 因为美国是自己是一个这么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嘛 他很希望看到有这么一个大国 也是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国家 就他一直有这种想法 所以你看那时候二战的时候 他们派那些飞虎队啊 什么那都是自愿去的嘛 那就牺牲了好多人呢 你说这美国 他当年帮中国也是付出血的代价 当然 他也是真的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说 也是为了他的全球战略嘛 这个东西老美啊 真是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扎老师对美国什么感情 我就是想 当然也也应该说住久了 也是第二个故乡 也但是呢 也是又爱又恨 因为他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就跟你讲一个 前不久 因为经济危机之后 有一个讨论 我参加了一个 就是奥巴马上台 以后对各国 欧洲和东方的政策 然后欧洲人讲了一番 欧美关系多重要 上来 这个会上有发言的有六个 两个欧洲人 两个美国人 两个中国人 然后这美国人上了一讲呢 就先跟中国人套词 就说的 其实欧洲 就不要谈什么北约的政策 不重要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搞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是互相依赖 就绑在一起的 从钱上 还是从市场上 我们都绑在一起 然后这是 说了半天 这两个国家有多么的紧密 然后会后呢 又过来说 什么呢 说的另外一个美国人 就过来跟我说 说实际上 说的 我们你们老觉得 我们美国人是从欧洲出来的 其实我们跟你们更像 为什么呢 欧洲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当年那些 没有胆子 就是冒险出去 寻找新的家园 出海去冒险 建立新家园的人 他们是那些留在那儿的 他们是最保守的 不求新的 而在这点上 他们觉得中国人 我们自己的形象 是我们内陆文明 没有出去 对吧 但是他们看到了 一个是 当然历史上 对 有很多沿海地区 大量的移民 一个是 这个国家 好像有一个 其他古老文明 没有的一种 强烈的 激进的 要更新自己 要做买卖 要出去 要把自己 那个文明 要再造的 这么一种 这种欲望 就是对拼命干活 拼命挣钱等等 而且不惜 就是说 与一些老的东西 决裂 他们对这个 他们就 也许这是一种 表面上的相似 但是至少 这确实在两个 民族的性格上 是有这么一种 倾向 在这点上 他们觉得跟中国人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很相近 这就是说 我说为什么 他们 好像很久以来 对中国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就有种感觉到 就觉得好像 有了什么某种缘分 周衰旧帮 其命为新 其命为新 对 从这点上来讲 中国人自己也觉得 是 对 可是我想美国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国家 在这个地方 也是个周衰旧帮 其命为新 虽然他那么年轻 就他每次的 对自我的更新 都是建立在 对传统的一个解读 像马丁路德金 他要要求一个 种族平权的时候 他诉诸的是 美国的独立宣言 来推动他的革命 跟更新 他每一代都是想 回溯 是 是